苏丹宏明确有致癌性 有致癌性 好 关键字来了 致癌性是有的 但是 所以它是一点都不能吃到 对 都不能添加 而且 连最低剂量 都没有领重体质标敏感 搞不好吃那个加工食品 皮肤就开始出现过目版的奖势 这都有可能 其实苏丹宏的话 其实我们在常见它有很多种 它是个大名词 有一些苏丹宏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还有其他等等 对 我们看这一张 再看一张 苏丹宏 像我们都知道说 像苏丹宏的话 其实它真正的用途 是在我们工业上当作卓设计 染剂 染剂 对 比如我们的塑胶产品 红色的就要用苏丹宏 或者说一些蜡的一些纸张 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工业上使用 对 像你看那个红蜡烛啦 对 然后可能一些壁砖 颜色调料等等 反正就是不能拿来当食品啦 对 因为你看苏丹宏不管是几号 它化学结果都是藕蛋式的一个色素 而且是滋溶性的 所以说你不应该放在加工食品 像其实你不管在国内 还有国外 国际都发生过很多次 苏丹宏的违法添加的问题 那包括以前好久以前 我觉得在欧洲 有看到辣椒产品有苏丹宏 对 然后还有包括中国也曾经发生过 然后还有包括在国内 像国内我记得是在2017年 那时候台中市卫生局 他们就注意到说 我们在中秋夜饼在中秋节 大家都吃一些中秋夜饼 然后里面有颗咸鸭蛋 咸鸭蛋 为什么以后有苏丹宏 那以后就红的啊 对 因为民众都会想说 我今天买中秋夜饼咸鸭蛋 应该比较红的话 颜色比较漂亮 对 那台中卫生局他就去查 他告诉基查说 某一些牌子的咸鸭蛋 里面有苏丹宏 那时候是苏丹宏四号 对 那时候政府就去查说 为什么鸭蛋里面 会有一些苏丹宏四号成分在里面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那个养鸭的叶子 他为了让咸鸭蛋 颜色比较红比较漂亮 他在鸭的饲料里面 加了苏丹宏四号 所以鸭子吃了那个饲料后 生出来的蛋 他就红色比较漂亮 所以这次辣椒产品也是一样 我们想说天然的辣椒 也许国外的业者他觉得说 不够红 对 卖相不好 所以他就让他上色 然后这次是苏丹宏三号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红色的 像前几天说白胡椒粉 对啊 很多民众都在想说 苏丹宏不是说要增加红色的卖相 是啊 你看我的胡椒 这个 这根本不会有 对 那为什么白胡椒粉 就连白色那么白的白胡椒也都有 我大推测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胡椒粉当中 还是用到辣椒粉 然后他可能用到辣椒粉 或用到含有苏丹宏污染的辣椒粉 然后可是白胡椒粉 他除了辣椒 还有其他的添加物 所以最终颜色是看起来是灰白色 所以现在已经不止那个辣椒粉 白胡椒粉 还有包括很多 那我记得之前啊 以前在中国还发生过 连那个红的豆腐乳也有 不然它是在国外 不是在我们这边 就是连豆腐 其实在中国以前有发生过很多 一些辣椒产品 咖喱产品 都有那个豆腐乳 所以说应该说 这次苏丹宏的一些违法添加问题 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有发生过 对 但是大家这么紧张啊 除了就是 我们有明文规定他全面禁用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但是他真的会致癌吗 会啊 就是说因为 我们知道苏丹宏 你看他化学结果 他是藕蛋式的燃料 对 那藕蛋式燃料的话 不管是苏丹宏 1号 2号 3号 4号 其实我们都认为说 在动物实验的话 他会增加癌症风险 他目前是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列为说第三级 第三级致癌物 对 所以第三级是无法分类 一般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 他把那个致癌 化合物致癌性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级是人类致癌物 第二级是动物致癌物 第三级是无法分类 第四级是不会致癌 他是第三级 所以虽然说他是第三级 可能你看苏丹宏 他在生物体内的代谢物 然后变成一些氨类 然后有些是第二级 有些又是第三级 所以我们目前在医学上 大家认为说苏丹宏 他还是会有致癌性的 所以一点都不能用在 我们的加工食品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苏丹宏 我们认为说他这种过敏炎 对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辣椒粉 或什么胡椒粉 他里面有苏丹宏成分在里面 就担心说民众体质比较敏感 搞不好吃人的加工食品 皮肤就开始出现过敏反响循玛者 这都有可能 好 所以我现在回到刚刚的第一点 所以因为我们可能在 大家现在都会查嘛 查网络查资讯 但是上面会写到说 三级致癌物 但无法归类为致癌因子 就觉得这两句话 依照一般人的理解 会觉得好像这两句话是冲突的 明明就是三级致癌物 怎么不是致癌因子 但意思就是 第三级就是说无法 以目前的科学证据无法分类 可是最麻烦就是 苏丹宏他本身是第三级 他的代谢物 有些是二级 有些是三级 所以我们在医学上证为说 苏丹宏的确有致癌性 有致癌性 好关键字来了 致癌性是有的 有致癌风险的 好但是 所以他是一点都不能吃到 对都不能添加 连最低剂量 都没有 目前在医学上 有时候我们以前在分析化合物的毒性 我们都会看一个数字叫 每次最大安全容息量 对对对 比如说一个60公斤才能要吃到多少量才超标 苏丹宏就是因为 它本身有致癌性 它代谢物有致癌性 所以目前它的ADI 每次最大安全容息量 是还没有定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也没办法算说 然后现在我们卫生主管机关 它看到苏丹宏的溶度多少 来推测说一个60公斤乘 你要吃到多少量才超标 因为没有最低容许量 就是没有最低容许量 所以是一点都不能吃 一点点都不行 没错就是它没有 我们政府机关没有把 没有定那个残留量 所以没有残留量就是不得减出了 因为它根本就是工业可以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有些人吃了会过敏 所以如果我们最近有一些过敏反应的人 也许要想一下 会不会吃到苏丹宏 是这样吗 就说大家担心 就说我想致癌性跟过敏性 是大家对苏丹宏产品 大家最担心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 因为大家会紧张 现在大家我会不会有吃到苏丹宏 所以也许你可以从你的过敏反应来观察一下 但是会不会我平常就过敏了 对 那我这个要怎么办 我通常如果我突然之间起了蕁麻疹 那或是突然之间比较皮肤氧气疹子 这些是不是赶快去看皮肤的意思 对没错 因为有帮助 因为吃一些抗过敏要抗足这样就有帮助 不过应该说不管是过敏反应也好 像苏丹宏它主要是增加膀胱癌的贡献 像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都看到说 像之前在国内发生一些黑心食品的案例 可是因果关系其实都很难界定 对所以说你说就算有蕁麻疹 就算有癌症 其实你很难断定它的因果关系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的卫生主管来执法 就是要求业者苏丹宏不得天养 但是如果我真的不小心吃进去了 我可以像现在网路上写的 我多喝水 一直喝水把它代谢掉 这有帮助吗 如果说苏丹宏的一些化解释 万一不小心吃到了 对它本身是脂溶性的 所以它不容易水 它脂溶性的 像一般上我们说说我们人体有两个天然的排毒器官 一个是如果说是脂溶性化合物 就经过肝脏代谢从肠胃道从粪便把它排掉 那如果说是水溶性的 它经过肾脏从尿一种把它排掉 那苏丹宏是脂溶性化合物 所以民众担心说 如果担心说我过去有没有可能不小心 务实含有苏丹宏的加工食品 建议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菜跟水 像这些 对就可以把五 十字花科 对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苏丹宏 我觉得十字花科不错 这都是高纤维的蔬果 其实它不止高纤维可以帮助我们排苏丹宏 它可以就是说像这种 十字花科叫青菜它有很好的一些抗氧化剂 对也可以就是防癌可以减少慢性疾病 对我看到有一个方法是说补充大量的抗氧化剂 所以还是一样从食物比较好的 不要特别去买抗氧化剂来吃 不需要 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菜跟水果 红白的花椰菜 白萝卜 青江菜 甘蓝菜 这些全部都是十字花科的 对都很好 我真的是 二十字花科的 这些人都没有很好的 看来 特别是 这个人都没有很好的 这些人都没有很好的 我们不想知道 我们很认为 这些人都没有太维俏 这些人都没有太维俪 没太维俪 这些人都没有太维俪